在中国做什么生意最难赚到钱 恩嘎斗胆提个名快递 昨天深夜3000多亿市值的快递一个顺风 爆了个惊天巨雷 他们在今年的一季度要巨亏9到11个亿 好家伙就一季度光三个月就亏掉10个亿 这烧钱速度比他们送货都快 而且同志们光亏钱都算了更恐怖的是啥 哪怕是去年的一季度全国人民都闭门不出的时候 顺风也做到了9个亿的盈利 结果现在需求回来的快递单子多了 反而还倒亏10个亿 你说该上哪说理去 这快递龙头的业绩炸嘞 那快递生意还怎么做 当然了顺风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是因为去年底今年初 他们投入了非常大的资金去新建产能 快递小哥的待遇也充分提高了 所以才出现巨额亏损 恩客听话感觉很合理 但是金融市场哪管你这么多 30多万手风单 无情暗死在跌停板上 16万股东欲苦无泪 只能回家关灯吃面 经过这一场爆雷恩客 有种感叹快递行业确实不好做 用巴菲特的话来说 这就是一个挖不出护城河的赛道 你看前几年的三通一达 经过漫长竞争之后 现在逐渐是没了身影 结果眼看要成了 突然又杀出个奇兔 用极其低廉的成本 身世浩大的融资 迅速席卷全球 源源不断此起彼伏的竞争 纵使顺风 再是龙头 那也顶不住车轮战一般的消耗啊 而且啊 消费者也没那么多情怀 谁便宜 谁更快就用谁 所以啊同志们 恩格尖也想反过头来问问你们各位 你觉得在咱们国内 有哪个行业 哪个公司 是具备实实在在的护城河 不怕同行竞争 毫无争议的龙头 我期待在评论区看看你们的眼光 之所以快递行业经营男 价格竞争太频繁 若是只把口碑赚 没有门槛 也网然 好了我试课 再试课